今天教大家做美味的酱粥鱼,准备食材如下 加入大辣椒 小辣椒 加入一些姜 加入蒜米 再加入小葱 加入去种子的咸水煤 加入少许的石油 开始搅拌 把搅好的酱料煮一煮 倒入豆酱 倒入酸梅酱 倒入一汤匙的蚝油 再倒入少许的糖 把所有材料炒香 倒入少许的味精 倒入刚刚的豆酱 再继续炒一炒 倒入刚刚调好的酱料 再加入拌碗水 酱料完成 蒸10分钟 蒸10分钟的鱼 记得把水倒掉 倒入刚刚煮好的酱料 加入少许的水 加入少许的水 不要太浓稠 淋在面上 加入少许的猪油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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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美味酱料 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